神明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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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封信千全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以生命祭来领修 生命祭是上帝的定名 借着摩西来交代我们 我们要如何走天路 这一条天路要走得成功 进到永恒的迦南邸 主会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让这个圣经 带我们来回顾上帝的诫命里面 神把它综合起来变成十条诫命 那其实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 神就已经交代一次了 现在摩西再把它重温一次 重温十条诫命 第一条是什么 除了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呢 不可雕刻偶像 第三呢 不可乱称耶和阿的名 第四呢 要守安息路 这是关于神的部分 安息路呢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十条诫命里面 讲得非常的严格 六路 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七路要安息 连你家里的仆悲都要安息 因为这一条特别神说 你假如这样做 耶和华你上帝所处你的地上 你会孝敬父母 你就能够住得长久 再过来就是以不可来开始的 关于我们的生活 社会生活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之害人 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 其次 仆悲都不可以 就不可贪心的意思 所以十条诫命 给我们划清了这个 我们叫界限 人跟神是神唯一 对他要尊神为圣 尊神为大 连我们的口都不能乱称神的名 更不能雕刻偶像 来表示神 在生命纪里面 神借着摩西来警戒一件事 他说当你们在和列山的时候 山上的火大显现 我在当中向你们说话 我没有显现任何的形象 没有 你不能用任何形象来代替神 就是神再一次在生命纪里面 要他们不能雕刻偶像 因为神不能以人做的东西 来雕刻来代表他 因为他是无形无体的神 他是上帝是灵 敬拜他的人 也要以灵以诚实来敬拜他 所以在生命纪里面 特别提到这个 上帝没有用影像来向他们说话 让他们知道说 不可以雕刻偶像 当神在和列山跟我们立约的时候 他是以声音来说话 以声音来说话 十条诫命就让摩西在山上 让上帝自己雕刻让摩西带下来石板 所以这四条诫命是上帝自己搬下来的 谨慎上帝给我们的每一条 只要分着像神 像家庭 像社会 三个千千 像神一定要至高 像家庭 父母当中 父母当中 儿女当中 孝敬相爱 向社会 守自己的本分 不要侵犯别人 不要贪心 不要嘴巴去害人 要公平公道公义 但是其中最猛祝福的就是孝敬这一条 五章第十六节 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其他的诫命是 使你得以长久 活得好 活得有祝福 这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这条诫命 警戒在神面前 每天拿一条默想 神要让我在每一条诫命上 谨慎实行 让我在你面前 唯独尊你为圣 唯独你是我的神 不容许任何来代替你 主要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照十条诫命来实行 让我们能够蒙里祝福 也得长久 祷告奉旨人名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